有一天當我起床 我發現我還沒聽不到我的聲音 這一把聲一日比一日沉 而慢慢 單止是我身邊的人 連我自己都開始睡不著 這一把聲究竟是男還是女 我從來都沒有住過上海 又不知道上海是一個片面的地方 只知道中環曾經有一間店叫上海湯 還有就是80年代 曾洋發做過一場叫上海電影集 對於上海唯一的形式 就是左頓有一條街叫上海街 在上海街 我每一天經過的街道 都會聽到宮廷的打幕 雲地 轉地的機械聲 雲地 轉地的機械聲 經常都幻想將來可以操控這些機器 有一次我忍不住把這個想法告訴我爸爸 他聽完之後很久都沒有出聲 在那晚臨回房睡前 他只是說了一句 哪有人會聽女生做這些男生的空間 當時我才生氣 其實原來我不是一個男生 天啊 我才會聽到你 小狗在我十多歲時已經從我爸媽口中聽起他們的電影過 小時候對小狗的印象都不外乎是甚麼龍甲鋼和有錢人狗藝術頭狗 我最記得的是自從有了小狗這個文化計劃之後 爸爸經常在窗前一邊喝好龍的蒲蕾 一邊看著遠處的工程點一邊嘆氣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每一日放學後都會由家跑步到小狗的海賓場路 當時我用自己跑步的速度計算整條長廊的長度 記得當時是1500米 後來長廊的長度一直在改變 由原來的1500米升到2000米 最近又變回1100米 但這個地方始終沒變的是 在這麼多年裡 它一直都在興建 我永遠只是看到一堆白色文場外面的世界 但有好幾次我想走入地門裡面看看裡面究竟是怎樣的 我才發現其實原來我一直都不想它有完結的人 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和這個地方沒有太大的關係 最多就是我所住的一個空間 而這個空間擠滿了人和一些不相關的事情發生 入了大學之後 學會怎樣把跟自己不關的事情連上關係 人反而更加迷失 而其實最後 講起佐敦這個我住的地方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我都不太清楚 所以今天 我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 去留意我房間看出去的一棟大廈 我才發現 原來對面有一棟矮過我家的堂樓 現在等著清查 一棟大廈 我才發現 聖金的変別其實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究竟是 究竟我们有没有发生的权利和理由 所以我一直在走沉 在佐敦这个我成长的地区 究竟有没有存在过我过去 现在或者未来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